各位大家早 我是广达的Ted 我的助理跟我讲说 今天早上是9点开始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这个是给 open source的programmer的话 今天早上大概不会有人 我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人着急 基本上广达在 大家想到广达就想说 在做机器的 然后在做OEM的business 那今天我是想说 让大家了解另外一面 我们在做什么 前两个礼拜我通通在伦敦 所以我就用伦敦 我常常看到的名字在马路上面跑 但是我没有在马路上面 常常在那里尿尿 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 虽然是要open up the cloud 但是我们要讲一下这个quanta 基本上也要谈一下广达研究院 在这里面的一个位置 那在我去参加这个London Olympic opening的同时 我们也开了很多会 但是他们有一个字眼 有一个slogan 或者他的一个观点是很重要 就是说他希望经由这个会议 他要open 他希望能够inspire他的next generation 而其实将来如果有机会 大家有机会看到到伦敦去的话 你会发现他们在意的不是一个伦敦奥运 他们在意的是奥运以后 他东区会变成怎么样 他奥运的在以前伦敦市的东区是一个比较乱的地方 只有15间公司 现在有500多间 还在增长中的一个startup 新的公司 里面的人都跟现在在座的一样 都非常年轻 每家公司都15到20个人 但是呢我们现在用到了很多application 包括很多software 包括很多user experience 都在那个地方产生的 所以我在刚我刚开始进场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云 那我太太就很紧张 她就跟我说这个 奇怪你不是做cloud computing吗 怎么进来这个olympic的stadium 还是看到这个云 然后又看到一群羊 然后她就开始紧张了 她说这真的是London olympic的opening吗 那谁是这个opening的director 我跟她说是Danny Boyle 然后她就又紧张了一下 那她说她以前拍过什么电影 我说那个平民百万富翁 她说难怪 都会弄成这个样子 但是接下来她就变得很棒了 可是我在里面我就发现就是说 因为里面不可以带国旗嘛 那刚好我坐在 拿着很多红色的国旗的中间 那大家就不断的挥舞 然后呢 那很多人我隔壁的一些外国人都在讲说 那你们的国旗呢 那我就在想说 这个真实的世界看不到国旗 但是我们是属于数位世界的人 所以基本上download就有了 所以呢 我的很多朋友们就开始学我去download 这个红色国旗到她手机 我只是很笨的一点 为什么没有带iPad 那这时候你们就可以在荧幕上看到了 而且呢 你有一个不打紧 因为这是internet 这是social network 所以开始朋友就打传简讯 所以我们就越传越多人 就慢慢散布开来 那这个是在奥运上面看不到的 但是是我们在下面玩的 那可是呢 这个就是 我所要讲的 在internet上面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平等的 你可以说人 这个 all men are born free 但是呢 all nations are created equal 但是有另外一个东西 要来思考的一个东西是说 我知道我回来要来做这次的一个key note 可是我在想一件事情 那以后大家写的software 有可能全部都是open的吗 那北散这个open community 你写的一个software 你在灌注进去open source的这个community 那以后对于这个世界的经济 这个economics 不有什么的影响 这个影响可能都不是在大的公司 可能都是在individual的你们的身上 那这个影响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大非常的多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伦敦的时候 很多大型的公司坐在一起讨论 觉得最大的一个威胁 威胁都不在于大公司的策略 我写也是来自于很小的这个可能是一个高中生 他在他的不是garage 在他妈妈的厨房里面不知道做什么东西 后来也许因为他的social networking不好 他又弄了另外一个东西来 结果大家就连在一起了 那我们在open这个地方 其实坦白讲我们可以说是amateur 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功夫 那接下来就容我为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做了哪些事情 那基本上你如果有机会来看广达的话 广达基本上这个公司 你如果去看他的总部就很像一个box 那很多人说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就是在做box 那没错我们是 我们是一个box maker 如果你把每个电脑都当作一个box的话 每个server都当作一个box的话 我们不仅是box maker 我们还是最好的 这地球上最好的一个box maker 为什么 如果你现在手上拿的这些 这些apple的computer 基本上传闻说 我们都要说传说中都是广达做的 那很多你们现在login进去的service 无论是facebook或者是google 或者是amazon或者是microsoft 非常大量的一个server 通通是广达做的 那那些server基本上都需要taylormade 所以不是你们在外面看到的这种 一般型的一个电脑 那今天待会就是说我们的同仁 那个James 他也会 我们在外面有展示一台 也不是传统性的X86的server 也不是所谓的这个arm的server 也不是所谓的这个GPUserver 它是另外一种CPU 所以一个2Userver里面就有512个Core 那待会在外面也会展示一些那个multiprocessing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待会那个我们宋博士他会跟大家解说 我就不再谈 但是除了我们做很多这种business的行为之外 我们也做了一些人家比较压抑的东西 像这个是one laptop per child的project 那现在搞不好很快又变成one tablet per child 那它主要的目的是要去关怀所谓第三世界这个教育的问题 所以要把这个laptop做到非常的便宜 所以它之前的昵称就叫百元电脑 那很少人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project到现在为止 还在销售当中 大概一年还是有50万台 一直到这个第三世界去 那因为它的平台是open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educator 一些teachers 在上面不断的开发新的属于他们国家或者落地区国家 应该有的一个education的一个software跟平台 那这个东西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 我们第一次Nigra Pante来跟我们谈 谈一谈我们做出来以后 第一批送出去 送出去回来以后呢都惨不忍睹 因为它上面都是泥巴啦水啦或者是干什么 那有的拿去打架啦 有的拿盾牌 有的挂在牛上面 他就把照片给我们 所以呢 为了这个东西我们整个设备又重新设计了 那现在如果你到我们公司去 拿这一台丢在地上也不会怎么样 拿来打人家头 应该也不会怎样 应该是头会怎么样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的很多东西 但是还again都是在box 这个是一个礼拜要做100多万台 Laptop的公司 然后一个礼拜要生产非常多样式的 Android-based的Tablet的公司 然后也做了很多server的公司 那所有的研发通通是在台湾做 那昨天半夜 我老板跟我说他睡不着 我就很担心他又给我assignment 所以我跟他讲我没时间睡觉 他说我说我今天要去给keynote 他说make sure大家知道广大 所以我本来不想讲广大 可是因为老板这样子讲 所以我还是要提一下 免得他等一下打电话来问 那基本上什么是广大呢 广大基本上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 这个system provider 我们说computer system 它是我们是做ODM 不是做OEM OEM的话就是 如果你的这个 你的customer知道 怎么去设计这个电脑的话 他只要给你detail design 你帮他assembly就好了 那那个是属于OEM 那ODM是provide design as a service 所以围绕在他旁边就是很多的这个 因为我们是system provider 我们要做vertical integration 所以key components 都会在子公司里面去完成它 那我们产品的当然是 所有的mobile 所有的cloud solution 我其实广大还做了非常多的 contentivity的东西 比如说4G 比如说Wimax Wimax到现在为止 广大还是全球最大 在mobile wimax上面 那现在做非常多的LT 那again你们可能会想说 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还是硬的东西吗 那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是我们的current business 这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的bread and butter就是这样子 其实台湾这么久以来 经济会繁荣起来 就是因为有非常多的一个engineer 前夫后继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他们可以维持到现在 但是将来的社会是不一样的 将来的社会在做很迅速的改变 那可这种改变可能会颠覆掉 过去的business的一个model 包括它的内容 那接下来的话你会发现 就是说我们的生意都还不错 所以去年也做了接近36个billion 就是上照 然后你可以发现就是我们的reputation还不错 在IT的sector 我们在Worst Mors & Myo Company 我们是ranked number 9 前年有一天有人打个电话给我说 Congratulations你们刚被我们选进去 这个brand 500 我说我没有brand 结果他竟然跟我讲说 we don't care 因为我们知道你 所以我们就把你放在brand 500里面 那广达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的人很少 如果你跟那种动作数百万人 数百万人 那个上百万人 数十万人的公司比起来 我们很少 大概不到十万人 所有的R&D都在台湾做 就在这个大的box里面做 这个是叫做QRDC 里面有大概5000个R&D engineers 那其他我们的子公司就在这里 那我们在上海在重庆在那个长熟各有厂 这厂都非常的庞大 在上海这个厂其实门对门的距离是168公尺 刚好完全符合中国人一路发的精神 但是你可以想一想这范围有多大 网达在设计院区的时候不是像有的公司一个厂一个厂不断的设计 它是一口气就设计一个厂区 所以到现在为止 整个大陆最大的单一的出口的一个园区 还是广大的园区 那你可以发现我们一直对员工很好 因为我们是hire这个operator去manage这个机器 不是用机器来管理人 所以你很少会听到我们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那基本上有机会到这边来看 你会发现这里也有按摩 也有这个踢足球的 它简直就是像这个学校的园区一样 那当然我们基本能够做这样是因为基本上它都是已经自动化了 然后我们有更大的厂正在build 那在有更多的生产线都不断的在量产当中 那你可以发现台湾全部通通在做研发 那主要的生产线通通在大陆 那在全球各地有不同的configure to order的site 这就是标准的一个ODM的一个形式 那我就是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样子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对于说已经在ODM的行业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有架构的 有组织的一个架构 但是呢 这个又怎样 对于so well的人 对于其他service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这手坏 你的公司很大 你每年做很多的这个电脑 但是还不是在做代工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那每个公司都想就是build to last 不断的这个延续下去 不断的做下去 所以我们在12年前在2000年的时候 其实广达每10年都定一个愿景 在12年前的一个愿景就是PC will be virtual 那那个时候没有VMware 那个时候其实Citrix那些东西 整个virtualization的概念还是刚起门 可是我们那时候就已经file一些patterns 那有些patterns蛮有趣的 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 那个我收到一个patterns的证书 那patterns的证书第一页就画了一个block diagram block diagram上面就画了一个application store 结果我跟那个林董就恍然大悟 原来那个人家推出app store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这个名字很熟 因为我们10年前file pattern 结果美国file了10年以后到2010年才granted那个patterns 那但是你可以去诉人家吗 最好不要这些都是你的客人 但是起码你要做这个business也没人能够诉你 所以我们差不多12年来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样的事情通通是在广达研究院里面来做 所以之前的院长就是董事长副董事长 或之前的邢志田院长 那回过来看我们到底要怎么transform呢 以IT界以ODM的一个公司的话是 我们怎么改变我们自己再继续活下去 避免被在座的各位把它destructive掉 所以整个IT的value chain是这样子 但是你看ODM做什么 ODM其实从RD 从product development 从manufacturing 从support management都做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整个competing都是在一个S curve上面 那不断的去把自己弄得更壮大 然后当你变得越有效率 然后你变得体积越大的时候 你就会造成一种排挤 你会不断的把别人挤下去 所以你才会发现说 这个全世界只剩下没几架 可是一旦这一个S curve 每一个产品都有一个S curve 每一个S curve它成熟以后都会走下坡 或者不见 当它不见以后怎么办 哪边是最新的一个S curve 然后哪边是新的机会 那如果PC再做下去不是一个好的机会 那下一个机会在哪里 那这个其实就是 如果你们看报章杂志 这个其实是台湾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 有传统的现在的高科技行业 或者你们现在在做的东西 都会变成明天的一个传统工业 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先有认识的地方 无论你做了多么的领尖 时间里过你还是会变成low tech high tech一定会变low tech 那在那个阶段的时候 你就要不断的去search一个新的一个路径 去跳去爬 那可是呢当你的量体太大 你会造成某一种惯性 这种惯性呢会让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 去close这个chessom 所以广达之前在12年前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12年前就开始准备要做某一种阶段的一个改变 所以才成立了研究院 只是在古代这个研究院 基本上就应该像是那种长经阁啊 不能里面的人在里面练功 不能随便跑出来的 那可是你如果不把自己的 这个mindset把它open的话 那永远也没办法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去 所以呢我们逐渐的要把我们这个广达这个box把它打开 而且不是说把rd在里面做拿来吓人就好 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跟外面做很多不一样的沟通 那在12年前我们开始意识到一点就是说 其实我们觉得internet会改变非常多的事情 当然在12年前没有所谓的cloud computing 也没有所谓的cloud 我们那时候所知道的一件事情是说 如果所有的computing都在internet上面执行 而频宽不是问题的时候 那你现在拿的device就会越thin 但是你花越少的金钱去买device 可是你会获得更多的服务 这完全跟现在的cloud computing是一致的 而如果说我们每天通通是在卖这个laptop这个电脑 总有一天这个laptop的这个business会越来量会越来越大 然后呢它的毛利会越来越薄 那接下来呢其实它没有任何value在里面 因为它已经被commodalize 那所以以这个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重新去思索 什么叫做personal computer这个字 1988年广达刚成立的时候 大家只想那个时候的mainstream 如果大家应该都是90后以后的人 8070 那在那个时候其实主要的电脑还是desktop 所以广达成立的第一天就认为 personal computer应该是mobile 不应该是放在桌子上的 这是我们第一个念头 所以十年 第一个十年只做一个事情 让desktop PC变成mobile 只有一个事情 什么东西不做 那可是你仔细来看 当这个PC代表是personal computer的时候 它没有连上网路的时候 其实你的服务在哪里 如果你把服务当云的话 它服务在哪里 在operating system 在office 所以当你学说你要学电脑 你是在学一个如何操作OS 如何在使用里面的office 就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office是 这个operating system dominate这个PC 所以PC怎样 PC的设计全部都跟office相关的 那任何人都可以组PC 因为只要你拿到 Intel Reference Design 你拿到operating system 你把它漏上去 你的quality做好 做一个比较好的机壳 所以你就可以做PC了 这个就是PC 这也是为什么它被 commoditize 任何你们在现在做的 无论是open source 或者non-open source 只要落入被 commoditize的一个阶段的话 你的value就会消失了 这个无论是在Christensen的 Distructive Innovation 或者什么提到就这一点 所以 open source是一个方法 是一个community 它有活泼的特质 但是一旦某一种类型的一个软体 或者你们在执行的动作 已经落到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你没有办法create innovation 因为你的creativity 没有办法创造新的价值 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观察到的 第二个事情是说 其实越来越多人重视的不是 他不是要computer 他要computing 他要service 他才不管你的operating system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12年前就认为 就是说 如果大家care的是computing 而不是computer 大家care的是service 而不是一个OS的话 那这个时候 OS的地位 逐渐的会被virtualize掉 逐渐的会消失掉 而且会有很多open的OS 绝对会出来 可是当12年前 我们开始跟MIT合作的时候 我们全部都做open 我们做Linux 全部的application 全部都在Linux做 我们那时候进来发生 很大的一个问题 整个广达全部做microsoft的东西 我们没有Linux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huge debate 在这个technology上面 为什么要invest 那么多钱到国外的学校去 只为了做open source上面 在open的platform上面发展 未来的技术 为什么这技术不能直接 弄到microsoft 弄到microsoft的平台去 我们那时候遇到一个最大的瓶颈在这里 可是你现在仔细来看 你觉得你买的iPhone 你买的iPad Touch 你买的iPad 你买的这些device 它卖的是什么 现在谈的是UX 一个新的user experience 所以你逐渐的你会发现 其实无论是Android 或者是Chrome 或者是Linux 或者是新的 其实还有更多的OS 在后面排队 其实他们着重的一点就是 它只是ennavering这个平台而已 可是网上重要的是 那些application 你要怎么去架构 那些新的user experience 你要怎么去create 所以iPad 如果你回到iPad 现在大家一群人都在讲 我们内部常常在讲 大家说 最近十几年来 最引领风骚的东西 所有的开始 通通是在iPad 但是呢 你如果回到2001年 我告诉大家一个故事 所有的公司都在review 都有product review 一个iPad 放在桌子上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人都说 那个是一个烂产品 为什么 就是一个hardtickstrive 有一个黑色白色的 一个黑白的这个display 然后呢 有几一个案件 然后开始就有人把它拆开 开始就算bomb cost 这cost多少 然后再来的结论就是说 那ID也是不怎么样 不要做了 绝大多数的人都不要做了 不要说现在说 一直说这个是最innovative的产品 其实在几年前 你会回到2001年 就是这样子 其实就是这样子 那同样的事情 会不会在我们现在重复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 很trivial的东西 很无聊的东西 是不是有些东西 我们看不到了 其实我们来这边 跟大家interact 最主要就是 我们很怕 我们如果说在研究院 不断的关起门来 只跟学术界 做很多的一个研究 而不attach到 不interact到 open的community里面去 我们没有办法 维持一个fresh eyes 在看东西 我们看东西 也可能会不够完整 就像你一个open source 放下去 如果有无限制的 无穷多数的人 当做你的debugger的话 基本上你的程式 就会是最perfect的一个程式了 但是你必须要去 enable这样的一个环境 可是我们比较困难是 我们是在大公司里面 enable这样的一个environment 而不是是individual的去enable 去enable 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当把person 把person 一个person跟computing趋开 而把service从cloud带进来的话 很多的focus都着重在person的这个behavior user的behavior 或者是user的experience的创造上面 而那个地方就是 这几天其实我们的同仁 我们广达的同仁来这边 我们期待看到 那另外一个你现在在谈的可能不是一个人的experience 你现在在谈的可能是透过cloud 透过computing 你希望看到一群人的experience 所以你不是在设计一个single user的一个experience 只是着眼点在一个device 将来的device 在探讨的是说 social activity 怎么在一个device上面呈现 social的这个experience 你要怎么去把它建立起来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了 而不是只是一个手机 如果你现在只是想要在手机上面 开发所谓open platform上面的application 这是一种innovation 但是你是在别人的ecosystem上面做 那imagine将来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handheld device 它可能不是手机 那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创造 是不是每个人access cloud service的方式 一定要透过手机 一定要透过电脑 一定要透过browser 不一定 那接下来其实我们最主要在广达里面 我们现在连接这几个 无论是这个people computing 或者cloud service 其实我们在设计上 就回归到一种阶段去 回归到人性 在所谓传统的ODM的设计里面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supply chain里面 少做了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整个台湾 其实传统性来讲都没有去做的 就是说如果你是接了别人的单子 才来生产 或者是在座各位 你接了另外一个大公司 你的customer 给你的规范 design goal spec 你再来运用open source的 一个coding的skill 去发展的话 基本上你缺了一种能力 你不知道怎么去define 你的market 你不知道去define 你的一个design goal 你不知道怎么去创造 所谓的experience 你在一个框架里面 但是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 我们以前如果我们卖电脑给apple 卖电脑给dale 卖电脑给hp 基本上我们就follow他们怎么讲 我们就做 但是你如果要做出产品 比较你的customer的话 你就要focus在user 那你focus在user的另外一个部分 很重要一点 你要focus不是一个user 或者寻找这个传统的product marketing 去找到他的一个 他们所需要的 而是要回到人性上面去做 其实这个想法 跟现在的design thinking 非常的近 只是我们把它直接拉到了 所谓的humanity里面去 那再来的话 整个台湾都在讲cloud 那我们要cloud来做什么 我们常常去 去在不同的地方 审核不同的台湾提出来的project 或者国外提出来project 那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很多project都是为了cloud而cloud 因为cloud现在是一个很fancy的名字 那同样我们来反省一样 我们是不是要为了open 那open会不会是另外一种constraint 我不知道 因为我是外行 只是我们也开始在思索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的focus在哪里 如果说以前我们在做 如果说是纯粹techy的一个想法的话 以前的人 我们在开发产品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去想 要deploy什么样的一个service 我们的想法都是围绕在一个机器上 我今天要做smartphone 如何把smartphone修得很漂亮 因为always不是我负责的 OK 那如果做一个laptop 怎么把外观设计得很漂亮 顶多加一两个 这个能够enable user的 experience的一个小app 在里面就好 这是以前的做法 因为你不care 你user拿这个东西来做什么 那再的话呢 大家说cloud好啊 cloud在中间呢 那你可以从internet发现说 广达也帮这个rim 帮blackberry做blackbook 也帮这个kindle做kindle file 我说是媒体上面讲的 不是我讲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 这样的东西是围绕在一个 central cloud service的一个edge device 它活着的目的 就是为了帮那个service company 去创造一个利润 这个是从cloud端 从cloud如果service provider 从那一端他提出来的想法 但是呢 你每天要access出去的cloud 非常的多 你每天要用到的device 也非常的多 这个时候呢 会驱使你去使用不同的一个界面 然后来运用cloud上面的service 有机会大家到外面去参观一下我们在外面展示的一个平台 我讲一个medical的一个application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MIT有个教授叫John Goodtuck 他以前是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的head 那他当初跟我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个用IT来做health 那我说你要手机吗要什么他说不是 他说颠间症的病人很多时候都死在很普通的地方 譬如说他发作的时候他在煮菜 他发作的时候他在积水 雨水积水很浅的地方 他发作的时候在一些我们习以为常但是可能会造成危险的地方 他就死在那里 因为他发作的时候旁边没有人 他脸如果朝下 他在火的旁边 他在悬崖旁边就掉下去了 在美国这种案子很多 他就说假设我们在人的头上 我们挂上一个简单的device 我们sensor到他脑坡abnormal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我们透过big data的analysis 在云端上面做运算 可是他不用拿手机他不用带什么 我们只要给他一个小的device 然后给他warning他找的地方坐下来 他不要煮菜他不要在水旁边他就会存活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个运动场上 很多运动员他给我看很多影片 当然我不希望show 因为那些影片的结局都是不好的 很多人就突然就过世了 都是因为一点点的abnormal的状态 但是那种运算 需要大量的运算不是靠一个小的mobile device可以完成 所以他在语音上面算做比对 然后传到一个小的device给你warning就可以 那你说这个小的device是什么device 它是一个embedded device 那可是呢他有cloud的一个精神在 可是他不是标准的机器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在做的 因为有很多人有很多人其实不是有指头 可以用keyboard 有很多人他并不是他可能他不会讲话 然后他这个时候IT可以帮忙的是什么 是回到人上面去 回到去找人上面的一个需求 给予他们不同的一个协助 那所以你看到的无论说speech 说什么东西我们都有在做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逐渐的把这个quanta research把它掏出来 我们现在在想要塑造的是什么东西 不是一个书包在海边 就是说我们想要塑造的是 其实一个比较open的一个广达研究院 那这个广达研究院呢 那希望做什么样的research呢 一个公司投注很多的金钱 在一个研究院做advanced research 他一定有个目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research 那基本上 我们做research 我们常常每个人问我说你们在做什么研究 那本来我都很不好意思 要一无一时报告一番 后来我发现呢 我们只做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 你在看这个世界 你做research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还在念书 在博士班在什么 最怕就是说你老板给你的题目 做research 等到你要毕业要发表 投到paper一天 的前一天人家发表 那是一个big surprise 所以很多人就不断的在重念 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在做research 我们在公司里面最怕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要avoidtechnical surprise 所以activity像Costcard这种都很好 因为大家可以交流 可以知道大家做的程度 然后你资讯又open的话 你就可以避免自己陷到那个胡同去 但是台湾有多少家厂家 常常都会陷在这个里面 非常多 因为每一家都蹲了很多 他做好的产品但是卖不掉 那接下来呢 既然不想被人家吓到 当然就想去吓别人了 这才是research的目的 一方面不想 不想听到外面有任何surprise 一方面又想去吓别人 那所以呢 我们的model很奇怪 所以harvard也published一个business case 专门在研究广达研究院的model 他们只想知道我们是什么 美国人常说一句话就是说 你到底是个rain forest 还是你一个 还是你一个hot house 这什么意思呢 通常在药学里面很多rain forest里面 都会有存在的很多的一个物种基因 然后那些东西或者是小的一个生物 那些生物其实对 这整个世界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这些生物对于我们将来的生命 药学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你能不能去那里找到新的物种 然后放到实验室去培育 然后再去prove它将来是有用的 所以所有的大药厂 都在全世界收集非常unique的物种 不管它现在有没有用 它会先把它放着 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任何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一个生命体 它都不希望是一个spare parts 它不是多余的 它绝对是有相关性的 它的contribution是在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这也为什么就是说 这个物种绝灭的时候 其实对人也相对应会有极大的影响 那我们两个都在做 一方面我们也想当一个rain forest 自己去create这个新的一个IT的ideas 那另外一个我们也希望能够incubate这些ideas 形成一个新的business 所以呢我们在2004年就跟MIT合作 但是现在t party比较敏感 所以我们就要改名成cumulus cumulus是语云的意思 我们广达现在还是MIT最大的lab 就是computer science 跟artificial laboratory的唯一的strategic partner 而且是最大的partner 跟我们合作大概就已经占掉了MIT computer science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faculty 跟这个investigator跟这个学生 所以它cover的范围很广 我们想要做的在前五年我们只是在做说 怎么从device centric挪到service centric 或者user centric上面的一个设计 现在往后的几年我们全部focus在cloud computing 那这个女士是刚刚卸任的校长叫Susan 这个桌子是MIT第一任校长用的桌子 所以因为要签这个约他们觉得是很慎重 所以把桌子从博物馆搬出来 签了一个约以后再把它搬回去博物馆放好 那广达在干嘛呢 广达其实很有趣 这是我们总部 那大家一看到会看到用词 用词其实蛮有用的 有一年Google他刚开始要做chrome的时候来找我说 我们来做一个chrome的book好不好 所以他们就是派了大概二十几个engineer要来开会 来开会的前一天又给我提了一个special request 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在开会之前先take一个shower 因为早上六七点到就要开始那个 我说没问题 我把大家都丢进游泳池 我们到游泳池去开会了 所以游泳池还蛮有用的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音乐厅有六百个人的seats 然后还有一个future museum在这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常常有concert 有一些performing arts都在里面做 我们也有自己一个乐团 那这个是广达 那广达希望engineer做什么 其实希望说每个engineer对未来要有一定的vision 那但是希望他在内心里面有一定文化的程度 因为文化比较持久 然后比较有定性 这就是我们建这个音乐厅的建这个building的一个原因 我们刚才有谈过了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当广达越来越大 或者台湾类似的公司越来越大 你会发现这个轮值越来越大 轮值越来越大的话就好像你在骑这个独轮车一样 其实你越来越来越难转向 那研究院在干什么 其实研究院从一开始设立的时候 就是在协助这个大的这个mass 做某种程度的转向 当今天要转变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你轮子后面有一个小的一个方向轮 这个整个mass就可以把它给转掉了 那这个是任何一个corporate的一个research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在做的 那另外一个地方更重要了 你要转向没关系 但你跳得过去嘛 你有没有办法跳过去 你有没有办法飞 那这个是才是我们现在承载努力的目标 所以每个人都想变成这样子 可是ET不知道在哪里 可是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必须要相信一些 以前在基因里面没有的东西 譬如说当整个工程师的文化 通通都是在讲硬体的时候 全部都在讲硬体 然后当你相信这个地球以外 没有外星人的时候 那那个脚踏车是不会飞的 当你如果相信这个地球里外面 还有外星人的话 这脚踏车可能会做不一样的一个事情 那相信这是第一件事情 相信以后才有办法把mindset改掉 把mindset改掉以后才可以有办法走出来 走出来以后才有办法跟不同年龄层的这个年轻人 或者是包括open community的人互动 那才有办法创造一些东西 因为open community 比较有趣对我们来讲比较有趣是 它有leader 它有organizer 有facilitator 但是呢 它非常organic 它跟我们接触的这个系统不大相同 但是我们现在在学习去做 所以我们在mit旁边也设立一个新的lab 叫做quanta research cambridge 在那个里面我们都是 还有非常多的一个mit的phd在里面工作 那我们在台湾跟在那里也开始接近open community 开始去contribute 像open stack这样的一个community 或者是新的initiative 我们都在做 可是我们并不是是quanta不是想 只是要去leverage人家的东西 把人家已经open的东西拿回来玩而已 不是 我们希望contribute这个open community 我们希望pull up这个community 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好处 绝大多数的人的想法是说 open很好 别人做一些免费的东西可以用 就拿来用就好 但是你真正要做的话是 你能不能drive这个open community 一起去实现某一个梦想 或一个vision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那这个也是我们最困难的地方 好处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量体够大 所以他们希望我们的硬体够open 然后可以来让他们无限制的去发展他们的一个idea 那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 我们会逐渐的 你会发现我们的名字在里面逐渐的出来 play一个越来越important的role as a company 那再来的话 不断的在谈的是价值 我们要创造什么价值给公司 给这个社会 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就是说 现在有几个名字常常被用 我们在小时候 如果你去问小学生 或者是我们小时候 你要做什么我要做发明家 有谁说你要做创新家的吗 那时候没有创新这个名字啊 所以创新刚出来的时候 我也一态我也很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说 我们要做发明家的学爱迪生 但是隔了几年以后 我们自己的 我自己的定义是说 反正在发明里面 你只要create新的东西就叫发明 你发pattern就结束了 可是世界有太多没有用的pattern 但是innovation不一样 你要创造某种程度的价值 对业界来讲 它最重要的价值 在business上面的一个价值 所以呢 我们来看自己的话就是 昨天 昨天是七夕吗 还是前天 我也是有点忘记 所以昨天有人一直在提醒我 但是在两年前我 我买了一个礼物给我太太 然后我每次都喜欢用这个来阐述价值 就是说我买了一个这个东西给我太太 然后她很大很大的箱子 然后拿回去 然后她很高兴 她以为大箱子里面有小箱子 小箱子又有小箱子 那最后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结果没有打开就这么大 就这个东西 这东西是什么 你们都是宅男应该知道吧 这是一个垃圾桶 那这个垃圾桶 我刚才讲我买了一个很贵的东西是个 是送给你当生日礼物 她就很高兴 结果打开以后是这个东西 那她就很生气啊 那我们的阿嫂也很生气啊 把垃圾桶随便就丢在旁边 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垃圾桶的设计 所以她每次看到她都把她拆 她说满辈啊 然后也没有把垃圾桶丢到里面 因为她娶了一个太太 这设计师娶了一个太太 这太太呢是个美法师 然后她就跟她讲说 那先生就说我很会做东西啊 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帮你做的这个 这个会特别好 然后她太太就说 我帮人家洗头或剪头发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垃圾桶 我可以用脚就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就可以把东西丢在里面 这全世界第一个 就用脚踩打开丢进去的垃圾桶 所以这个是她最传奇的故事 拿到台湾来给人家看的时候 大家说你才有够笨干嘛要买 我就把这个设计我拿去 叫北梯亚店用了就好了 就是那么多钱 可是全世界不会去买法的 这么多年来如果你上她网站 她还是买真的 因为这是一个爱情故事 只有真的东西才有真心 否则的话你就是假的 所以这个东西到现在还在很迈 如果今年还有 今年不知道前几年 几周年周青的时候 她不断的把它放颜色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我们开发出来东西的价值在哪里 如果它只是一个硬体 只是你的硬体比别人便宜 bomb cost 各方面比别人chip 那对于你的customer 对于你的user 就只有一种价值就在价格上面 它没有其他种value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东西 主要在value上面 但是value的创造在哪里 在哪边东西可能是有value 我们现在在做的 他自己的问题 他自己的问题 你能不能用IT 用cloud的方式来解决 所以我们几年前 我们很care about baby 因为我们的团队里面 都蛮年轻的 一进来以后 传说中研究院是整个 广达体系集团里面 生产力最够的 只要年轻的一进去 不是结婚 就是生孩子 所以我有一大部分的薪水 都是在包红包 就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care这个baby 在美国 因为他的地理范围比较远 很多的小孩子出生以后 他如果在乡下地方出生 出生以后有问题 一定要往大医院送 送到大医院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过世了 绝大多数 为什么 因为小孩子只会哭 他不会讲 他也不知道他出生什么问题 那local的医院 local的救护人员 也没办法提供给他什么服务 医院的医生都说 你给我看一下照片吧 或者是你给我看一下video吧 最主要是video 看一下旁边的仪器的 这个仪表怎么跳吧 我就可以先告诉你怎么处置 只要你可以预先在 进大医院之前 有一些preparation的话 或者一些pre-treatment的话 他们绝大多数会存活 你知道这个死亡率多高吗 接近九成 只要他们在local的地方 送到urban的大医院 就会有九成 大家说可以啊 我们把video传过去就好 平宽 大家都在等4G等3.5G 以为这个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世界 其实是不完美的世界 无论你技术成熟的时候 你要等它deploy 全球deploy都成功以后 你需要很久 那所以呢你会发现很多的很多的 很 Even是美国 它3G已经成熟了 可是一个3G给你100K 200K又能怎样 你还是不能丢video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在外面演示的其中有一个video 就是 如果一只手机的频宽不够 你能不能把3、4支 5、6支的手机 都把virtualize 成为一个比较大的pipe 然后这个pipe 可以方便你去丢video 就可以在做video conferencing video chat等等 所以其中有一个有关babycam的project 就在这里 我们在美国在ambulance car 已经做很多真实的一个测试 那当然今天不能给你看真实的baby在里面 可是他做的就是这个 在cloud computing里面 大家都谈virtualization computing virtualization storage group virtualization 那contactivity的virtualization 这个project就是在做那个 但是在做这个地方 这个是从真实的问题 真实的需要 慢慢收敛成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来解 而不是从技术开始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 就是说在美国的ambulance car 我们插了不止三根 大概大概六根 然后的这个modem 同时把车子开出去 video都可以跑到这个 这个医院里面去 就跟医院互动 这个是我们做的 那再来的话 有另外一种东西 这个idea是那个 那个林白利董事长他自己很多年想的 在2004年的时候 Cisco推出他的teller presence 所以他的CDO他叫Charlie Giancarlo 他就demonstrate给我们第一套的这个teller presence 那个是life size 他问我们有没有很impressed 我们说很impressed 那他说 他我们认为将来应该怎么做 我们说 这如果是一个service 人不应该跑到一个meeting room 才能够有teller presence 去做开会 应该是要跟着人走 那林董就讲了 他妈妈都住在国外 他妈妈都要找他 他也想买Tenderberg Polycom给他 但是没有人会用 因为一开始你要输进去IP address 然后configuring the firewall 干什么一大堆 所以他就说Ted 我们有没有办法做一个简单的东西 那这简单的东西呢 什么人都会用 所以呢 让老人家 让六十几岁以上的老人家 跟六岁的小朋友都能够用 那这就是我们在做了 在外面我们做的 我们这个project叫happy together 那这个together呢 是我们认为在living room里面 只有几个东西 第一个 living room有个大的display不用钱 living room你用来做这个communication 不是computer 而是手机 或者是deck phone 家里的桌机 那能不能把那个桌机 把它给 能不能 我刚才看到一个10 所以这是剩下10秒还是10分钟 10分钟 所以 我以为已经是 我已经过头了 OK 那在这个project 基本上我们想做的就是说 你能不能就是 不要改变使用者的行为 然后他就可以 透过电视 透过传统的电话线 networking 跟远端的家人 直接在电视上就对谈 这个project在外面 demo 它就叫happy together 基本上我们在今年的3月 在mobile world congress上面 已经跟这个西班牙的telefonica 跟这个法国跟意大利跟德国 全部都证明这样是可行 他们只要在客厅上电话拿起来 只增加一个键 就可以全部播过去 全部都可以看 那当然这个会不会用到cloud的technology 会 会不会用到很多open的technology 都会 因为那个平台 就是一定是linux 或者是android base 你才能够deploy更多的service 那这里面用到很多open的一个software 但是我们做的东西不是只是去做 为了open去开发一个小的app 而是要去solve一个问题 而是by solving这个问题 create某一种value给客人 然后这样子才有办法 所以无论是当初的ipod 他要去solve一个这个 这个digital music欣赏的一个经验 那这个就是solve 所谓communication的经验 那你可以发现 这几年来前铺后继很多人在做这个 可是你最后会发现 我们现在demonstrate这个 可能是大家公认最简单的一种 可是你要把这么复杂的技术 把它面得那么简单 其实是我们面到最大的困难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 非常challenge的问题 然后再来的话 最后是我们家在做cloud 所以我们弄了很多cloud 可是呢 我们真的 有的人就会问说 你们是用Hadoop 还是用这个Eucliptus 还是用这个OpenStack 还是用什么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we just don't care 我们care的是说 我architect出来这个cloud的structure 或者这个end device 或者connectivity 能不能deliver完整的digital experience over the cloud to the end device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从问题开始回来 architect我们的application 然后在user experience application software stacks 再来architect 再来architect 要选择我们用什么样的operating system 然后再来去architect 我们overall back-end的这个cloud infrastructure 所以每个人都问我说 你们的cloud是做怎样 做好了吗 我说他都没有做好 他都有缺陷 但是他都卖得出去 这就是我们在做的 所以回过来来讲的话 我老婆昨天跟我讲 你不能老是一只拿垃圾桶去讲 那能不能讲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我想用这个那个那个那个 Viviana的一个手表来讲 他当初在1962年的时候 他设计了一个表 那那个展览很好玩 在罗浮宫那边站 他说要做什么 请这些设计师设计出 对于你最讨厌的东西设计产品 假设你不喜欢手表 你就设计手表 你不喜欢什么 你就设计什么 所以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设计师 他设计了一个手表 也没有分针 然后就只有一个十针 然后表面上没有刻度 而且呢 以前手表是要close起来 这个是open的 那人家就去访问他 这是1962年的一个访问 他说你做这个是要干什么 他说他希望 人不要变成是时间的一个slave 然后他希望 他后面把它open 是希望说你不要被时间所束缚 然后那个表面 他是用镜子的表面 让你随时可以看到他自己 因为他要让你知道 这个你的人生就是现在 但是这个 这些东西在我很小的时候看的时候 我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 那这个对于cloud来讲是什么 其实你刚才或者是我们在外面 demonstrate 的东西 你可以发现我们很多东西有cloud的精神 但是他不一定是标准的cloud 我今天来谈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 我不要再谈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platform as a service software as a service 大家有没有想过 今天Facebook有他自己的cloud 今天Google有他自己的cloud 大家想要implement的cloud 是Amazon open出来的EC2 这种platform 那他们在里面搞什么 没有人知道 那还有多少的可能性呢 去发展呢 很多 那你真的你要做一个cloud 你真的需要virtual machine吗 也不进来 你需要virtualization 但你不一定要virtual machine 你着眼点在于你怎么去architect 怎么去选择对的component 重新去重组 所以呢 你可以发现就是说cloud 也不能说为了cloud而cloud 你到底要用cloud来解什么样的东西 那再来的话 你不要被cloud 你不要变成slave的一个cloud 就像这个Viviana 她也不想要被 变成时间的一个束缚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做cloud 可是我们不想变成cloud的slave 我们只想用cloud 去解决非常多人的一个问题 那 这个是我上个月 我在那个Kawaii Island拍的 这我两个小孩子 因为他们说不要再用他们睡觉的照片 那上面的字是一个诗 这是德国的一个诗 这个以前有部电影是Vinventors拍的 叫Winds of Desire 所以在一开始他会朗中一个诗 那是黑白的电影 有机会可以去看 那是讲天使爱上一个空中 马戏团中美丽空中飞人的女孩子 然后他不想当这个天使掉下来的故事 然后 它代表是说当孩子还是孩子的时候 我们现在在激励我们自己是说到年纪慢慢变老 看东西已经没有fresh eyes 我们希望能够用没有经验的眼睛 再去重新看这个世界跟这个技术 这样才会更open 那这个是我最后一个page的 但是我昨天发现我还有另外一个好page 我去人家那里做客的时候 突然发现他把我的书包摆在说 get me a beer 的地方 我发现每次讲完都口很渴 所以我就把这个当做最后一个page 所以我还不大清楚怎么跟这个 是叫宅宅吗 我还不大清楚怎么跟年轻人做比较好的一个沟通 不过今天这是我想跟大家做比较多分享的地方 谢谢 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应该可以容许一两个问题 我们外面有那个Tyrara Server Tyrara Server他在2010年的时候在MIT的project 这叫roadchip 所以那个阿南就是现在那个Tedex 不是 Edex跟那个MITX的那个Preston 他当初在做那个chip 他就说roadchip is much better than potato chips 隔了几年他已经做成了 做成了以后我们投资那个公司 所以外面那个一个CPU就有64个core 所以那个我们这边的同仁 特别准备了一个竞赛 让大家可以去玩玩这个很难拿得到的Server的CPU 然后来奖品是什么Kindle Fire 你会得到一个Kindle Fire 如果你的火力够的话 第一名才有 OK谢谢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诶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我们提早一分钟结束 谢谢